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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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爷 瞎子领这一别 可想死兄弟我了 我说你小子这么久也没露面 去哪了 这说来也巧啊 兄弟到了关外 本想找个山头立个杆子 正赶上李师长在关外招兵没马 我就带着弟兄们投了军 陈蒙李师长看得起 给了我一个小营长 看来你是乌鸦辩家曲了 没有猫爷 就没有今日的马胡子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哎呀 孟爷 兄弟这次来呀 是奉了李师长的命令 负责监视官吏的动静 官吏是指 武定奎 对 顺道尖是瞎子领是吧 我就知道瞒不了你 那你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猫爷出山 我出山 我在这瞎子领太委屈您了 你看这陆宗山 早晚会被武定奎给吃了 咱们去关外 谢谢兄弟的好意 我走不了 猫爷 这 这我可是拿着脑 脑袋在 在李师长面前保见的你啊 你这要是不去 急什么急呀 急 我说了 我现在走不了 你还是答应了 我留在这儿 还有一书戏要看 戏 你知道 刚才那个唱戏的是谁的人吗 谁的 我定奎的 刘彪头 这一路上多谢你的照顾 哪儿的话 蔡先生严重了 不过很遗憾 你啊 不能跟我们去日本了 蔡先生 对不住 有些事情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必须要处理好 我明白 我要感谢你啊 陆小姐 这次旅行 我很难忘 我相信你也一样 是啊 我也很高兴认识蔡先生 我说的不是我 刘彪头 江湖儿女 患难见真情 要好好珍惜 这是我给二位的临别赠言 多谢蔡先生 金水 保重 你也保重 安顺 我的货这几天就备好 到时候我去标局找你 好 要不 你们二位再聊会儿 要停 我师父 还在标局里 我怕 没事 我知道 你放心吧 严先生 麻烦你替我照顾一千陆姑娘 我刘安顺 先谢了 不必客气 陆姑娘也是我的朋友 用你来谢什么 讨厌 那我先走了 我 我跟你说的事 你都记得了吧 你说 你说 要给你爹买的礼物 我都记在清单上了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想想 你要我在我娘面前多说你的好话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那我再想想 逗你玩的 我知道了 明天一早在静雨轩 等你吃早饭 故意的 讨厌 要不您二位慢慢聊 我先告辞了 你有病啊 啰嗦 继续 没事 聊得差不多了 那我真的要走了啊 小心 人走了 怎么不去追啊 我知道 烦不烦啊 都怪你 要不把饭吃了再走 不想给你吃 讨厌 走了 王老板 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没问题啊 您啊 大可以放心 那我可就放心了 大标头 冲爷 您回来了 王老板 这位就是我们刘大标头 刘大标头 久仰久仰 不敢当 大标头名真四海 笔人的买卖 还请大标头 多多费心了 是 王老板 有我们广顺标局 这块金字招牌在 您大可以放心 好 那一切就拜托了 改日我做小冬 请大标头 前去喝上一杯 大标头一定要赏脸啊 好的 一定一定 哎呀 那就谢谢王老板了 那咱们说好了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您慢走 再见再见 再见 慢走 是我们的主顾吗 哎呀 我说大标头啊 现在咱们的生意 那可真是要火呀 是吗 这两天 陆陆续续的有些商铺 主动找我 佟爷 外面现在的店铺 怎么都关张了 我把咱们标局周围的房子 都盘了下来 现在左近这边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 都是咱们标局的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那太好了 盘下这些地方之后 我们就不用另外找地方 可不 大标头 您走的这段时间 一共接了三单生意 都是大买卖 好 好 大标头 定金一共收了 一千二百块银羊 想和您商量一下 要不要拿出一部分来 整理一下咱们新盘的屋子 要整理 越快越好 我列了单子 这上面有咱们需要的 石灰 砖瓦 木头 还有瓦工木匠的钱术 行了行了 企业 这事 您跟同学交代就行了 好 对了 我师傅呢 师傅在后边溜弯呢 好 企业 我看一看 好好 木工加两个 瓦工也可以加两个 好的 好的 好 行 字写得不错 快跟我说说 坐了一趟火车 感觉怎么样啊 师傅 这火车啊 确实是快 从北京到张家口 五百里的路程 不到一天就到了 这洋人的玩意儿 真让人感觉邪乎得很啊 你说那个孙先生 要在全国建铁路 这我就琢磨着 全国建了铁路 我们这标还怎么走啊 师傅 您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 有铁路 是好事 好事 是啊 有了铁路呢 我们的标 可以在铁路上走 照样需要有人护标啊 这么说 你们这次遇到土匪了 你看这话怎么说的 别人呢 都怕遇见土匪 我们这行吧 那没了土匪 咱们就没了生计了 你说 安顺哪 明天呢 我准备回去了 师傅 怎么那么快要走啊 我还没好好陪您呢 陪什么陪呀 师傅这次来 看见你标局的生意 走上了正轨 师傅的心里非常欣慰 这就够了 生意上门 你的事很多 不用陪我了 师傅 太古那边的事呢 我还得安排一下 任何时候 都别忘了标门的规矩 这是做人之本 记住师傅的话 好此为之 知道了 师傅 那天抽空 我也坐坐火车 高兴啊 下老爷子 您这下棋呢 还是给齐酵面呐 将军 疏忽了 我一把回一把 落子无悔 您说的 你这个小丫头啊 用我的话来挤得我 好 我认输 来 再来一把 不来了 不来了 这么快都不来了 是别三日 等瓜目相看哪 怎么你去了一趟张家口 这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这您都看出来了 这打劲儿给你一回来啊 嘴角眉梢 处处地透着喜气 我再看不出来 我不成了瞎子了 怪不得 今儿这喜鹊叫得 都这么欢式 看来啊 有人喜事尽喽 老爷子 您真会说话 夏淑 陆姑娘 明天一早 我要赶紧回去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大事 你们聊 我先回屋 哎 陆姑娘 你们瞎子岭 和关外的李师长 有什么来往吗 李师长 对 没听说过 你的事情 不会和瞎子岭有关吧 但愿没有 先去休息吧陆姑娘 夏淑 和广顺标局接洽的事 就拜托您了 哦 你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哎 早晚 快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标匪不能同道 你一旦越了这个劲 那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你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你明白吗 但是不能通婚 一旦过了这个戒 你自己 还有那个姑娘 就无法在江湖立足 标门会当你是叛徒 七十灭祖 罪莫达焰 匪盗会把它当成内归 势必杀之而后快 大彪头早 陈爷走 您出去啊 对了 陈爷 中午要给师父见行 多买些粉菜 瞧我的吧 您就甭惦记着了 谢谢 您慢用 不小心 说谁呢 说谁呢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才没你那么不讲信用呢 看什么呢 没见过美女啊 我第一次见你这么穿 很好看 我以前也很好看 只是你没有注意 对了 我今天想去逛一逛 你今天有事吗 上次来北京 整天窝在你的标局里 哪都没有去 好啊 你有事啊 没有 你骗不了我的 老实人撒不得慌 说吧 师父今天要回山西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去送师父吧 不用管我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自己去 我又放不下心来 放心吧 我会很低调的 不会出事的 你这么关心我 你这么关心我 是因为你的标入吗 你说呢 讨厌 下爷 什么风把您吹过来了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我们正打算送师父走呢 老爷子 你这才来几天呢 就说要走 多待几天吧 往后我会常来的 带海臣 带海臣 夏兄 他不是那个 看门的老头吗 好久不见哪 真是好久不见哪 都三十年了 夏兄 刚才我还在思念故人 没想到故人 立刻就在眼前 我也是无时无刻 我在思念着故人哪 安顺 我和夏兄有些事 想单独聊聊 不必了 有些话 没必要避开人说 刘老弟啊 三十几年前 我夏济尊惨败在令师的手下 这三十几年来 我是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再次向他请教啊 当初我们都是年轻气盛 为了争这一虚名 弄得兄弟不合 现在想想真是不值啊 这些年我这心里深感愧疚 夏兄 是我的错 我向你赔罪了 赔罪 不用了吧 当年我们是公平比武 谈不上谁对谁错 师父 你们因何比武啊 还不是为真个谁得第一的名头 本来老帅是想以此来鼓舞军中士气 没想到真的是弄得兄弟相残哪 事与愿违 带兄啊 我扫了三十年的院子 就是想在临灯腿之前和你再比上一场 还请带兄成全啊 你这又是何必呢 如果真想招呼我 把我切磋 你随时可到太古来嘛 那是因为 当时我还没有赢你的把握 现在有了是吗 说不好 老天让我们再次碰上 这是天意 天意不可为啊 好 夏爷 您和我师父年纪都大了 不适合比武 不如 六老弟啊 这是我和你师父的个人恩怨 不管你们小辈儿的事 再说了 他现在是威名天下的戴海臣 你不用为他担心 夏爷 请吧 老爷子好不容易来当京城 赶上这么堂子事儿 真是流年不利啊 快走 真是有了 不容易 不不不 你不愿意 所以我们怎么回事 没有经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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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得了 你看他们谁会赢 这个很难说 代老爷子稳重 夏也很辣 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说了等于没说 要我说呀 代老爷子会赢 何以见得 什么叫何以见得呀 感觉 高手过招全凭感觉 怎么样 赌一把 大白头 代老爷子不会有什么事 师父会赢的 不对啊 怎么了 师父胜券在握 何必那么急躁呢 我说什么来着 代老爷子要赢 师父 这招 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夏兄功夫精进如斯 我代海辰输了 师父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以前我还挨得起 大海辰 你是不是在让着我 我是求胜心切 太过大意了 你的这一招是绝处逢生啊 漂亮得很啊 夏爷 该比的五 已经比完了 您可以请啊 你等了三十年 这个结果 你该满意了吧 刘表头 颜先生委托我和你交接 明天请到毕处提货吧 师父 没事 没事 师父 夏启尊根本不是您的对手 您是故意输给他的 看出来了 您为什么呢 我赢了又能怎么样呢 可是没必要挨他这一下子 我是于心不忍哪 师父 怎么样 来 先坐 千万不要声张啊 我将养几天就好了 还真没想到 夏启尊的钢筋 能练到这种地步 师父 今天 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当年如果不是为了争个什么 第一勇士的虚名 也不至于会有今天 三十年 三十年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三十年呢 我带海神在江湖上出了一辈子的名 可这带海神在江湖上出了一辈子的 可这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带海神在江湖上出了一辈子的名秦 我在这儿等额尔赫 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七爷 您先去睡吧 我来看门 那都不好 没事的 您快去睡吧 您受累啊 没事 这儿 这次到张家口 陆姑娘也在火车上 陆成遇到了劫匪 是他救了我 娘 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他心里有我 我心里也有他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两个不应该在一起 可是发生那么多事情 我不能当作没看见 这都是命 一个姑娘舍命救了你两回 她能这么对你 我这个当娘的还能说什么呢 怎么选择 你自己决定吧 我已经决定了 这次走标 到家子里 我想向她爹求亲 那你想过没有 以后怎么办 我想过 无论什么结局 我接着就是了 既然你做决定了 娘就不扯你后腿了 只不过 你师父那儿 最好先不要告诉她 她刚刚受了伤 听到了 难免会动肝火 我知道 我会找机会 跟她解释清楚的 安顺 只要你温馨无愧 咱们就做得起人 我现在有事 我现在就做了 我那你 我 building 我 你 江生儿来之在大家口 尊 换地等了 江生儿 江生儿 师父 这么早 不在屋里面休息啊 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有好处 你不是要出彪吗 彪可以晚两天走 我想多陪师父两天 那怎么可以 彪说好什么时候走 就要什么时候走 你不用担心我 我横行了半辈子 挨了这么一拳 就动不了了 老爷子说的对啊 我看老爷子 这身子骨硬朗着呢 甭说是一拳 就站在那 让人打个十拳八拳 照样龙惊虎猛 这话我爱听 见了夏喜尊呢 替我向他问个好 就说我戴某输的是 心服口服 师父 你不懂 挨了这一拳呢 去了一块心病 这记你踏实多了 我明白 你就放心的去吧 嗯 老爷子 就凭您这胸襟 他夏喜尊 照着您差着远了 去了他 拍得好 你可别学他呀 放心吧师父 嗯 嗯 李彪等 把这个让大家伙贴上啊 好 哎我说哥几刚 你们都忙着点啊 点点树 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都行贴着点啊 这边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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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爷 大表头 忙去吗 就好了 你是掌柜的 这次出标啊 你就别去了 留在家里面召喊生意 得嘞 不过您走了之后啊 还得招些人手 记住啊 不熟的标录千万别接 对 我们开标局的 就是要讲规矩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还有啊 千万不要趁人之危 好了啊 哄抬价钱 知道吗 这我都明白 您放心 我童哈现在啊 已经不吃疯麻咽巧这碗饭了 这叫浪子回头 金不换哪这个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好好照看家里 得嘞 来 起标 来来来来来 走了走了 来来来 对对对 来了 一个跟着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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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下雨 走走走 多请你照顾陆古典 来走 大表头 昨天 是我无礼了 我先给你赔个不是 你师父他没事吧 师父没事 他还要我 向您稳身好 他说啊 三十年的恩怨 就这么了了 他心里面很高兴 来 带海尘就是带海尘哪 我不如他 夏爷 说一句小辈不该说的话 既然我师父已经放下了 我想你也应该放下了 是啊 你说得对 是该放下了 小心点啊 请拿请放啊 嘿 嘿 哎 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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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